韩国BLG语义错误 虽然已经完博两周了 但是小伙伴们的剧后反应仍然停不下来 还依旧沉浸在朴七涵和朴宰餐的花雪反应中 男主角之一的朴七涵更是引发粉丝的关注 身材和外貌也被粉丝羡慕 尤其是193公分的身高比例惊人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看看 193公分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 首先朴七涵站在冰箱旁 他比冰箱还要高 在飞机上站着 他都能快达到七顶了 虽然本来就知道他跟门板差不多高 但没想到敲门的时候是敲门牌号码的位置 而且看人只看得到上半身 朴七涵曾说 其实我对裤子不怎么在意 因为我看别人都只看到上半身 所以感觉下半身的传达应该不太重要吧 运动场上 他差不多和球门一样高 站在电梯前面的他 真的是要躲上门了 对此网友表示 只要是真的 有这种身高 还有这种颜值 可爱和性格 真的难能可贵 这么好看的脸和身材 他竟然还会觉得自卑 真是难以置信 网友在感叹的同时 也不忘表达对他的爱 说每天一句 七涵明天退伍吗 真的好想你啊 你以为我们等不了两年吗 朴七涵 你给我做好心理准备吧 爱都含舍 Merry姐说最新韩语 还点赞和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明镜做梁